騎車沒戴口罩被遠景攔下 沒想到一靠近就是濃濃酒味 直接酒測 果然又是酒駕 只是這已經是他第六次酒駕了 54歲的象星男子六度酒駕 他的駕照老早被吊銷 沒想到他竟然還能無照酒駕 事件發生在高雄鳳山228連假期間 半夜12點多 象星騎士行驚南光街時 因為沒有戴口罩被攔查 結果抓包他喝了酒 但不只他講不聽 駕松有一名正姓男子 同樣是酒駕累犯 而且還花早百出 賈丁截鐵的說自己沒有酒駕 還說自己在散步 但根本是睜眼說瞎話 安全帽都還拿在手上 這個過程被迷路器拍了下來 他還想狡辯 因為他也是酒駕冠犯了 46歲的正姓男子三度酒駕 同樣是被吊銷假照 但他們都罰不怕 但現在酒駕新智上路 酒駕沒有照室的 按照救治僅有兩年以下徒刑 新智則加重有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針對十年內兩次累犯者 還要公布他的姓名照片 以及他的違法事實 而新智更是同行者 也要連坐開罰最高1.5萬 只是罰在重對於酒駕冠犯來說 似乎依舊不痛不癢 TB的新聞南部綜合報導